南岛管政府文化协议业协议业 共同基盘特兴的库庭 高雷第三在地高中 高中和高校的老师 做回来学习 并邀请在地底的老师 来教宴第一 希望透过学习库庭 从这项基设走回去 教学习和社区 让大家见到实施在库的 也让这项商业一等 团圣下去 这项是第三项的重要专业 但是在工业真的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要来学 南岛管无法教到在地底的学会 就共同来基盘在工业的教育多长 要是在地底的老师罗川敦 来到国中和高中的老师做工业 因为族工艺这个在我们南投 算是蛮在地的产业 如果我们老师先学了 然后把它看能不能简化 让各个年级的孩子都可以自己去体验 自己家乡里面的工艺品 然后像我自己的话 我就是用简单的竹杯店 让孩子先从简单的编织 然后等他们大一点有力气的时候 再来做这样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主管家具 希望让他们能知道以前 阿公阿嬷、阿祖他们做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让我们的文化产业不要锻炼 最主要就是要让这些老师 知道他的原理是要怎么来做 要怎么来打 要怎么来组合辽厚 希望你们回去学校可以提供 因为我们台湾贵族非常多 得到他的成长也很快 所以说每三年 每年都可以找到 他只要三年以上 那些硬度就有狗 所以说我们取材非常容易 要不要说大家来推广 普及化 因为主持是一个很环保的材料 所以说我们为了大家说要拯救地球 所以我们尽量用柠檬的东西 柠檬老师罗传刚刚说到 整个的心中速度很快 三个月就能来做 多多利用柠檬来製造的东西 可以环保 还可以学到技术 将这个三年演出 团伸下去 每位学员老师他们回去之后 能够带给我们的学子 在学校、社区 能够启发大家对竹工艺的一个认识 也能够传承竹工艺的一个竹之美 那我们希望在我们族裔学会 所扮演的角色就是 去做一个竹工艺的平台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找不到竹工艺老师 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去做媒合 希望教育这个外团 可以帮助这些种子老师 将这些技术较为学生 不要让这个在地散业消息 另外要制作这些工作 也不简单 需要用很长的时间 才可以来完成 但是完成后可以使用很久 所以我们希望 透过这一次的竹工艺培育工作法 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到学校 到社区 以及到各个社团去做教学 然后也能够相辅相成 让整个竹工艺做一个传承 这个协会希望透过学校、社区 将这种的这种工艺发展出去 让他们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记者 国家庭 蔡王博多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